哈喽今天做一件非常酷的事情 就是在日本我住的这个城市 看奥运圣火的传递 然后现在聚集了非常多的人 现在我在起点给大家看一下 看到了吗 人超级多的 然后奥运圣火的传递时间是 12点52分开始 现在的时间是12点40 还有12分钟 通常街上都是没有人的 现在人超级多 然后现在路已经都封掉了 现在路上是不能有机动车情势 给大家看一看吧 这边有NTT的5G的转转车 然后有日本的保险公司 日本生命 因为你们吃 tendon机也来了 这边也会换成哪个银行 你们也可以知道 你贴助游人在和银行 我和银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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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前面那个地方就应该是奥运胜火的起始点 我们走到那边去看一看吧 现在是他们市长的宣言 市长的宣言 好 准备开始点火了 准备开始点火了 好 火炬已经点火了 好嘞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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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后超级多的人都在追啊 给你们看一下 好多好多人啊 现在是火炬交接第二棒开始 这边还看到一辆非常酷的车 号称日本的劳斯莱斯丰田世纪 这个应该是最新款 小朋友 下一棒的火炬交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警察订的车 后面有冲田的卡斯克 还有一个消防车 在这个长野这块 它一共是有六棒的接力 然后呢 就不跟着一站一站去追了 现在我们抄一个进路 直接走到它的终点去 到那个上田城 我们去等着它最终的那一棒 上火呢 从这个桥传到里面 今天呢 奥运圣火在这边就传递完毕了 在此也祝愿东京奥运会 能够顺利举行 然后呢 各国的运动员都能取得好成绩 特别是我们中国的运动员 一定要拿金牌拿到手软 好吧今天的视频就到这个地方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